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做豬仔包 做出豬仔包可以有很多用途 做辣油豬也可以 做沙丁油肉包或者豬扒包 都可以用這個包去製作 先講講材料 這裏有150克高筋麵粉 少許鹽 這裏只有3克 這裏大概是3克的糖 室溫牛奶大概是90克 這裏大概是2克的酵母菌 我們把糖 酵母 攪拌均勻 然後把麵粉和鹽 先將它混合 然後我們把牛奶倒進去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我們小小力拆勻 我們把蓋蓋蓋一蓋 讓它不要被風吹乾 然後我們現在先攪拌15分鐘 麵團拌勻10分鐘之後 其實已經大約了 一它鬆弛了 我們就要再拆幾分鐘 拆到它很光滑為止 我們放一點麵粉 拆到它光滑之後 我們再次讓它發酵 這次要發酵45分鐘 就要用了 記得要蓋蓋 如果不蓋蓋 就會吹乾了 發酵45分鐘之後 的效果是這樣的 平均把它分成3分 我們搓完它 讓它再鬆弛 因為已經被壓扁了 我們讓它鬆弛 分開一點點 不要被它黏在一起 讓它鬆弛10分鐘 好 它鬆弛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弄成圓柱形 然後呢 乾滑的向底 然後把它捲起來 然後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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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它壓扁 先把它壓緊 記住,光滑的向出 有接行這個向內 不停向內接 搓完 兩邊搓尖 有攬核形狀就可以了 記得開口的向內 放進去烤盤 如果焗爐有發酵功能 就直接用發酵功能 如果沒有的話 就放一個滾水 用碗裝的滾水放在底 然後關上焗爐 用蒸氣來烤 如果熱水冷了 就要換一碗熱水 只要加一碗熱水 但如果焗爐有發酵功能 就放一碗熱水 放一碗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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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焗爐底 可以把焗爐放40度 發酵至1小時 這樣就夠了 豬仔包已經比之前發大了一倍 現在我們把豬仔包放在豬仔包的表面 不用太多一點就可以了 用乾淨剪刀45度 在中間剪一刀 現在放回焗爐 用200度焗大約18至20分鐘就完成了 我想大家都想看看切開後的效果是怎樣的 我自己也想知道 我自己覺得就不錯了 外面是硬的 裡面是很軟熟的 不知道大家滿不滿意 我自己也覺得可以了 是大小的 如果大小的就適合我的要求 今天的豬仔包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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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